你知道当反派被逼入绝境时 会触发多么赖皮的霸妇吗 虽然现在对决的两人都是反派 但是最先被逼入绝境的却是贝姐 只见沙僧哥平地冥想 触发王七霸妇 拿回目的中的四张组合牌 然后没开二堵 再次更换卡组 陷阱卡破坏封条 效果将这张和场上的同名卡送入目的 就可以将一张被封印的卡加入手牌 发动另一张破坏封条 沙僧哥刚要将其丢进目的 就看见贝姐发动了恶魔洗牌 效果是将其送入目的 就可以随机发动目的中的一张魔法卡 是符合发动条件的速攻魔法 发动手牌断杀的效果 让双方同时丢弃四张手牌 沙僧哥心态崩了 刚要复活的黑暗大法师就这么没了 贝姐也是没开二堵 稳如一匹老狗 等等 既然是灵你为什么要抽一张 沙僧哥依旧不死心 通过破坏封条的效果 将一张组合卡加入手牌 魔法卡凤凰神的羽根 通过将一张手牌送入目的 就可以从目的抽取一张牌 并放在卡组的最上方 记住这张卡是补充要员 大概效果是拿回目的中的组合牌 于是果断覆盖在场 这下贝姐慌了 居然还想召唤黑暗大法师 只见覆盖的卡下竟是黑暗 最后甚至形成了艾科的形状 贝姐慌到不行 赶紧发动注定一抽 召唤拷问巨人 效果是当自己特招出两只时 就可以在对方的场上也召唤出一只 接着贝姐要发动反派buff 我要召唤我自己 献祭掉两只拷问巨人 贝姐要在这回合彻底解决掉沙僧 召唤满星大怪兽 灵宫的尤贝尔 威压不可撼动 沙僧哥险些被吓尿 只见他场上的盖牌 幻化出无尽的黑暗 瞬间包裹住拷问巨人 并且还在场上形成了艾科的人形状 只要贝姐一个召唤 艾科就被吸引过去 正面对视尤贝尔 而尤贝尔也是个画王 不停地进行嘲讽 于是艾科怒了 并且连带着他身后的怪兽 瞬间吓尿了沙僧哥 艾科与巨人同时发动攻击 贝姐冷笑不停 以身躯正面硬抗 让巨人和艾科无法撼动 甚至还被反正之力搞掉 这下沙僧哥彻底懵了 不愧是满星大怪 这效果就是离谱 沙僧哥生命值就此归零 就这样沙僧哥永久下线 而他在本剧起到的作用 就是用自身的黑暗力量给贝姐回旋 让贝姐重回巅峰状态 与此同时 时代等人恰到好处的打来 因为没什么可说的 双方本来就置根之底 于是赛前拉进化过后 贝姐展开他的决斗盘 等着时代和他决斗 而现在的时代虽然克服了恐惧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尤贝尔 于是决斗盘放光 星宇奥特曼适时出现 带着星宇骤霞和元素英雄 进行战前部署 鼓励时代什么硬卡神抽用就完了 搞起搞起